彼得后书 第一章 我们主耶稣 多多的加给你们 当在各等德行上求进步 上帝的神能 以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佳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上帝的圣情有份 正恩借缘故 你们要份外的恩勤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折制 有了折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浅径 有了浅径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匆匆足足足的有借几样 就必使你们再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行懒 不结果子了 人若没有借几样 就是眼核 只看见近处的 忘了他旧日的罪 已经得了结症 已经得了结症 所以弟兄们 应当更加恩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赵和简选坚定不宜 你们若行借几样 就永不失脚 这样 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 得以进入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 永远的国 使徒亲眼见过主的威荣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度上坚固 我却要将这些事 上上提醒你们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 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 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并且我要尽心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 事上纪念这些事 我们从前 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 和他降临的事 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乖巧 捏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哈从父上帝 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 有声音出来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遇言如照在暗处的灯 我们并有先知 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直等到天发亮 神声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 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上帝的话来 说出上帝的话来